女子55公斤级中 有哈萨克斯坦的名将 卓尔菲亚 但是比赛中看得出来 之前的兴奋剂问题 对她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率先开始的抓举 她只完成了84公斤 就草草收场 我国选手廖秋云 虽然是全运会冠军 但是抓举是她的相对弱项 比赛中 菲律宾的迪亚兹 死死咬住廖秋云 你抓93公斤 我完成94公斤 你加到96公斤 我也挑战这个重量 最后还是廖秋云 牙关咬得更紧 第三次试举完成了96公斤 拼现了抓举金牌 迪亚兹以两公斤之差 紧随其后 接下来的停举比赛 以停举渐长的廖秋云 踏实多了 高高的118公斤开靶 距离她最近的是 越南选手软试水的 112公斤 卓尔菲亚则是 止步于110公斤 抓举第二的迪亚兹 也只完成了115公斤 开把停起118公斤 廖秋云就已经又将 停举和总成绩金牌 收入囊中 此后场上只是她 一个人的个人表演 第二把122公斤 比她的第一次试举 完成的还要轻松 最后一把她将杠铃加到了 128公斤挑战世界纪录 翻战有力 上挺坚决 成功改写 原127公斤的 停举世界纪录 总成绩也达到了 224公斤 超出第二名 15公斤 在训练中128没有停起过 因为今天比赛 就是会兴奋一些 然后所以128很轻松